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先说资产 什么是资产 之前我说过股本 股本就是股东总共投入公司的资金 然后资产就是刚才说的股东投入的资金再加多一样东西 就是债务 就是公司去跟银行借的钱债务 所以资产就等于股东投入的资金再加多一个债务 之前我说的ROE 股本回报率就是公司的总盈利除以股东投入的资金 现在这个叫ROA 就是总盈利除以股东投入的资金再加多一个债务 除以资产 大家明白了这个分别 ROE 和 ROA 是有分别的 ROA 就是它的分母那边还多一个债务 为什么我们之前讲了ROE 现在又要跑ROA 感觉好像差不多一样 其实是差很远一下的 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ROA 对我来说它的用处就是拿来复查ROE 因为有些公司不是很老实的 他们为了要把ROE做到漂漂亮亮 把门面功夫做到美美 他们有本事通过一些不是很正常的手段 把ROE推到很高了 可以做的 就算公司不是很赚钱 有本事把ROE推到很高了 怎样 就是 借钱 借钱 我之前说 他要经营一个公司 他要拿股东的钱去投资 去扩充他业务 如果他需要钱 可是他又不想拿这么多股东的钱 就去借钱 但他借了钱 他也是一样有钱 所以他就拿股东的钱比较少 然后他就可以赚到一样多钱 然后感觉上ROE好像很高 以为他很厉害 可是去查了他的ROE公司 才发现到原来他债务这么高 所以你现在要明白 ROE是可以去证明 他的ROE不是人工堆出来的 是证明他的公司是真的有本事赚这么多钱 我举一个例子 我比如说一间公司 他需要100万的资金来做生意 他90万跟股东拿 然后他10万跟银行借 我们来算 然后他今年他总共赚了10万块 他需要100万的资金 他跟股东拿90万 然后他跟银行借10万 然后他今年总共赚了10万 我们来算一下他ROE 他ROE就是他的盈利总共是10万 除以他的股东投入的资金股本 就是90万 10万除以90万 就等于11.1亿巴仙 然后我们来算他ROA 他的ROA就是他赚到钱是10万 下面就是股东投入资金是90万 再加一个10万跟银行借钱 就是100万 就是10万除以100万等于10% ROA等于10% OK这是第一个Case 第二个Case 同样是同钱公司 他一样是需要100万的资金 他跟股东拿50万 然后他跟银行借50万 然后他一样今天是赚了10万 我们来算他ROE ROE 你看他赚了10万 然后他除以股东投入的资金就是50万 10万除以50万 ROE 20% 哇 20% 听到吗 刚才那个11.1亿巴仙 现在这个20% OK 现在我们来算他ROA ROA 你看 ROA就是 就是赚的钱10万除以 下面就是股东投入的钱50万 再加上银行借的钱50万 50加50万等于100万 所以就是 10万除以100万等于10% 他的ROA跟第一间公司一模一样也是10% 所以你现在可以明白了吗 就是因为这个借贷的数目不一样 他ROE竟然可以从11.1亿巴仙变成20% 可是如果我们用ROA算回来的话 两个都是10%一模一样 所以你现在可以明白吗 从用这个ROA呢 就可以filter掉一些 那些是用人工堆出来的ROE 我们要避免那些 借很多钱 来提高ROE的那些公司 这些公司其实也要避免 为什么 你都会想借钱 借钱是要给利息的 一个公司 如果他的债务太高的话 他给了利息 可能他赚的钱还不够给他利息 这个是可能的 所以一个公司的债务真的是不能太高 他的ROE跟ROA真的是不能相差太远 相差太远的话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讲到这边 可能很多人会讲 既然这样麻烦的话 为什么还要我之前要说先看ROE呢 不会干脆直接看ROE就算了 不一定了 其实每一间公司都是要借钱 很正常的 借钱是正常的 因为如果我是一间公司的SEO 我想要扩充业务 然后我就会到处去找钱来扩充业务 借钱我还是要借的 只不过问题是在于 你借了这个钱 你有没有好好的去运用 当然你的借贷的比例也不要太高了 如果一个优秀的领导团队 他们可以用借来的钱赚更多钱 何乐而不为 这是OK的 无可厚非的 只是要求不要跟ROE差别太远 借的钱跟股东投入的资金 不要相差太远 相差太远的话就很难控制了 因为这样 所以我总结一句 ROE还是要排在前面 先看ROE 先看了ROE过后 然后再用ROA来查 它的ROE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不是关水的 通常我建议呢 之前我建议ROE要15以上 ROA我建议是7以上 大概就是ROE的一半 大概ROE一半 不要少过ROE的一半 少过一半的话 就代表它的债务 还多过股东投入的资金 这样就很有问题了 ROE7以上 OK了 ROE7以下呢 我就是也是不大看了 OK 今天我就介绍ROE到此为止 接下来我再分享一下其他条件 谢谢大家